昨天下節目又碰到他 下節目他剛好要上邵康的專訪 碰到我們有好朋友 大家去聊一下這樣 他不是說要回去跟老郭親 那是在節目上 他跟我講說 還在thinking 那一直有可能 還在thinking 各位去想一下 我會想問一下 你對於不分區的十三次的票 你有信心拿到嗎 因為傳出黨中央有任何人選 那這十三票有可能在黨中央移植下 會灌回其他人 這黨中央明確的 明確的說明 黨中央只有規劃韓國瑜當立法院長 其他都沒有規劃 他已經在身講了 我得到確確的消息 而且我跟黨中央也核對過這樣的訊息 他跟我打包票 絕對沒有規劃人選